国家主席习近平29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东南外广场举行仪式 欢迎白俄罗斯共和国总统亚历山大卢卡申科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张平 国务委员杨洁篪 全国政协副主席刘晓峰等出席欢迎仪式 陪同卢卡申科总统访华的有第一副总理 总统办公厅副主任 国家科学院主席等 林李炮 二十一响 盧卡申科在习近平陪同下 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三军一仗队 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裂室 最后军业团进行行进吹奏表演 卢卡申科在习近平陪同下